唱歌的部分我是很有自信的 而且這是經過高嘉瑜的媽媽認真的 因為高嘉瑜的媽媽曾經有傳LINE跟她說 你要多跟徐曉星學習唱歌 她有截圖傳給我看 所以我想高媽媽也知道 她女兒可能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 你剛剛有唱歌啊 你自己覺得比高嘉瑜唱好些 差太多了 跳舞我是不確定啦 但應該也比她好一點 但原來我是贏在她現在腳斷掉 因為她現在腳斷掉 所以基本上我跳舞應該也跳得比較好 但唱歌的部分我是很有自信的 而且這是經過高嘉瑜的媽媽認真的 因為高嘉瑜的媽媽曾經有傳LINE跟她說 你要多跟徐曉星學習唱歌 她有截圖傳給我看 所以我想高媽媽也知道 她女兒可能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 哈哈哈哈 我自己在國民黨工作了 做政治工作11年 那我很幸運的是 我沒有碰過任何性騷擾的事件 可是在這個圈子裡面 我聽過太多人碰過性騷擾的事件 而且呢這個性騷擾的事件呢 大多數的被害者都非常的痛苦 然後求助跟投訴無門 因為通常會騷擾他們的 可能都是在權勢上面 比他們更高一階的 後續包括台北市政府這邊 我請勞動局進行相關的調查 那據說其實調查的情況還蠻嚴重 就是說它可能不只是有到性騷擾 那它可能還會有涉及這個猥褻的部分 民進黨現在這邊會因為違反性別平等法而被開罰 對所以性騷擾不是當事人的事情而已 是你整間公司 整個政黨都應該要注意 必須要幫忙處理 否則會違反我們國家法律 嗯